哈喽同学好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我们会简单介绍 俄罗斯与独立国家国协的自然景观带与天然资源 我们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各区域都有不一样的自然景观分布带 从北部来看的话呢 最北边是台元带 动图广布少有人艳 就如同这张照片里的漂亮色一般 到处都是沼泽 而往下继续看则是真夜灵带 有着丰富的灵木以及毛皮资源 例如这张照片 在俄罗斯真夜灵的名称又称之为泰卡 有时候我们也以泰卡林来代称为真夜灵 而在混合灵带 由于较早开发 义市人口和都市的密集区 目前较少自然景观保留 往南方 在乌克兰和哈萨克的北部地区 则是广大的草原带 如这张图中 此区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黑土带 土浪肥沃适合耕种 因此也被称之为是国邪的古长 而中亚地区的沙漠带 主要产业类型为油木或是灌溉农业 在哈萨克当地 放养绵羊是常见的景观 而帐篷形式的住屋更是方便拆卸 以适应经常迁徙的生活 而当地最重要的交通运输便是马儿了 哈萨克人赛马、标马 除了是日常休闲 更是重要的赛事 因此御马技术、举世文明 甚至海盗世界各国表演呢 除了游牧活动之外 在农业活动上 近年来,由于经济住屋盛行 由以棉花为盛 在地下水比较丰富的地方或是河岸地区 会发展出饮水灌溉的棉花农业 然而,过度的饮水灌溉 也导致了咸海面积的大幅度缩小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当中 咸海的卫星影像叠图 从2000年一直到2011年 干涸的面积逐渐扩大 尤其是在南咸海的东部地区 整体而言 咸海面积从1960年代以来 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 面积至少缩小了60% 而总水量甚至减少了80% 1987年 咸海分成南咸海和北咸海两个部分 到了2003年 南咸海又分成东西两边 同年10月 位于北方的哈萨克 宣布耗资2.6亿美元 拯救日渐消失的北咸海 其建筑了一个水坝 彻底分隔了南北咸海 也大幅度的挽救了当地的渔业 2007年 南咸海的残岩量上升到每毫升100克 是一般海水的2.8倍哦 到了2014年 南咸海东侧 600年来首度完全的干涸 按照学者的估计 到了2020年 也就是不久的将来 南咸海将会彻底的从地球上消失殆尽 而这样的结果将会导致当地居民 赖以为生的鱼儿消失 土地沙漠化和年碱化 将使得这一块土地趋近于死亡 而没有水气调节的结果 便是夏天更热更干 冬天更冷更长 一旦风吹成阳 空气中的灰尘和岩粒 便混合着化学农药和肥料 造成了毒城堡 也使得当地居民的健康 大受威胁 死亡率日渐提高 因此 过多的人为开发 终将造成大自然的反扑 不可不顺呢 好的 同学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